俄軍在烏克蘭收縮部隊,更加進一步依賴導彈發動攻擊 在南部造船重鎮尼古拉耶夫,一個烏克蘭兵營被俄軍導彈擊中 200個軍人生死未報 梁超明報導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指該個御閘兵營位於尼古拉耶夫市北部 官方未有釋出傷亡數字,但現場消息只有57人獲救 其中一名最後獲救者此前避埋雅力堆中30小時 搜救人員擔心晚間氣氛只有攝氏零下六度,還未救出的人控墮吉小 而圍困首都基庫的俄軍向後收縮約40公里,以確保補給供應線安全 而俄軍主要自黑海和旅海艦隊發射導彈攻擊烏克蘭 而更先進的高超音速導彈由被俄國佔領的克里米亞發射 近距離攻擊令高超音速導彈更難被攔截 烏克蘭現時更可能要面對自白俄羅斯入侵俄軍的威脅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今日表示他得到軍方警告這個可能性 現時烏克蘭西部地區未有真正受俄軍炮火轟擊 但前幾天利玉夫一個招集來自全球各地志願者參軍的基地 亦曾受俄國導彈攻擊 今天扎蓮斯基也簽署了總統令把所有國營電視台統合在一個平台 表示緊急狀態令下統一訊息發佈的重要性 烏克蘭國內私營電視台暫時不受影響 你去哪一 boulements 我愛你 你來看 我愛你 人 感谢观看